一名手機周邊品牌推出系列手機殼 主角是他 可愛的 小熊維尼 而且仔細看 他還是一隻有在健身的小熊維尼 可以扛著100公斤的麥子 但如今社群媒體居然有網友爆料 在淘寶上訂了這款手機殼 不只賣殼的店家 直接被迫下架 甚至這一名網友還被禁言 據他自己聲稱 這一禁將是2999年 等於是林俊傑的這首歌 還得要乘以3才會被解禁 但為什麼呢 網友馬上做了接下來的聯想 首先100公斤的麥子 等於200斤麥子 小熊維尼長得像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這麼這麼剛好 習近平真的說過這句話 但為什麼說網友用聯想的呢 這當然是因為找不到正確答案 被禁言的網友後來透過客服問到這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客服回他申訴正在審核請耐心等待 網友在回 只是看到朋友用 很好看想買 後續只獲得我們理解 但是請等候處理 然後就沒有然後 其他網友就算想要問 還有沒有同款的手機殼 也都得到沒有喔 親這樣的回覆 然後就被賬號禁言 不過這起案件也讓其他網友分享 自己的確曾經被禁言千年 要從2023一路被禁到4016 只能說這言論審查的尺度 跟手機殼的創意程度 都被一雙莫名的黑手 搞到不合常理 三零新聞報導